《彈以理書》第四章 尼布鑑尼莎王曉宇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人說 願你們大享平安!我樂意將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職其事宣揚出來 祂的神職何其大?祂的其事何其成?祂的國是永遠的?祂的權兵傳到萬代? 我尼布鑑尼莎安居在宮中平順在殿內 我做了一夢使我懼怕 我在床上的思念並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慌 所以我降止照巴比倫的一切之事到我面前 叫祂們把夢的講解告訴我 於是那些術士用法術的加勒底人 觀笑的都盡來 我將那夢告訴了祂們 祂們卻不能把夢的講解告訴我 末後那照我神的名稱為百提沙殺的但以祢來到我面前 祂裡頭有聖神的靈 我將夢告訴祂說 末時的領袖百提沙殺 因我知道祢裡頭有聖神的靈 什麼傲備的事都不能使祢為難 現在要把我夢中所見的異象和夢的講解告訴我 我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是這樣 我看見地當中有一伙樹極其高大 那樹漸長而且堅固高得頂天 從地極都能看見 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 田野的酒壽餓在陰下 天空的非鳥縮在枝上 凡有血氣的都從這樹得食 我在床上腦中的異象 見有一位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 大聲呼叫說 佛倒這樹 撼下枝子 遙吊葉子 拋散果子 使酒壽離開樹下 非鳥躲開樹枝 樹等卻要留在地內 用鐵圈和銅圈枯住 在田野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 使他與地上的壽一同吃草 使他的心改變 不如人心 給他一個壽心 使他經過七期 這是守望者所發的明 聖者所出的靈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次與誰 就次與誰 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 這是我尼布甲尼薩王所做的夢 百提沙薩 你要說明這夢的講解 因為我國中的一切哲事都不能將夢的講解告訴我 唯獨你能 因你裡頭有聖神的靈 於是稱為百提沙薩的但以你驚雅片時 心意驚黃 黃說 百提沙薩 百提沙薩 百提沙薩回答說 我主 願這夢歸於恨惡你的人 講解歸於你的敵人 你所見的樹佔長 而且堅固 高得頂天 從地極都能看見 葉子華美 果子甚多 可作眾生的食物 田野的酒壽住在旗下 天空的飛鳥宿在之上 黃呀 這漸長又堅固的樹就是你 你的威勢漸長及天 你的權兵管道地極 黃記漢見一位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雪 將這樹砍伐毀壞 樹等卻要留在地內 用鐵圈和銅圈枯住 在田野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 使他與地上的獸一同吃草 直到經過七旗 黃呀 講解就是這樣 臨到我主我黃的時 是出於至高者的命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獸同居 吃草如牛 被天露滴濕 且要經過七旗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於誰 就賜於誰 守望者既吩咐全流樹等 等你知道諸天掌權 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 黃呀求你越納我的奸賢 以施行公義斷絕罪過 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長 這時都臨到尼布甲尼薩王 過了十二個月 他遊行在巴比倫王宮裡 他說 這大巴比倫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經都 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 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 有聲音從天降下說 尼布甲尼薩王呀 有話對你說 你的國衛離開你了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壽同居 吃草如牛 且要經過七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於誰 就賜於誰 當時這話就應驗在尼布甲尼薩的身上 他被趕出離開世人 吃草如牛 身被天露滴濕 頭髮長長 好象嬰毛 指甲長長 如同鳥爪 日子滿足 我尼布甲尼薩舉目望天 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我便清重至高者 讚美尊敬活到永遠的神 他的權並是永有的 他的國存到萬代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 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憑自己的旨意行事 無人能攔住他手 或問他說 你做什麼呢 那時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為我國的榮耀威嚴和光耀也都復歸於我 並且我的謀事和大臣也來朝見我 我又得堅立在國位上 最大的權並加憎於我 現在我尼布甲尼薩讚美尊崇 恭敬天上的王 因為他所做的全都誠實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哪行動驕傲的 他能降為悲